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过年前的活动都取消 但为了祝福正名并用春年 来作为讨吉利的象征 吉正公所如期举办的 新春开比送春年的活动 我们这次有邀请17个老师来现场辉豪 但是现在以往都是民众到现场 跟老师有互相交流 说民众想要写什么春年 但是今年为了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采取分流的一个措施 就是我们请老师在这边写 那民众来领取的时候 是先领取号码牌 他希望老师来 希望哪一个老师来写 那我们号码牌领取之后 等老师写好之后 因为我们志工再把这个春年发给民众 这次也邀请到知名的书法家 杨慧如老师团队 前来现场辉豪写春年 并透过简单隆重的开比仪式 来为大家祈福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三位 特别扮成了天官 地官跟水官 三官 就是我们台语常讲的三戒功 就是天功 这样子的角色 来呈现今年的辉豪 因为去年庚子的这一年 有很多纷纷扰扰的事情 那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延续 也让大家可能在生活上有一些阻碍 那我们就利用三官 由地官来为我们赦罪 水官来替我们解饿 然后再加上天官为我们来赐福 先议员肖志全肯定公所办理活动的用心 也希望就有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民众感受到新年的气息 我们知道公所这几年都非常鼓励地方的文化产业 特别商情在地的一些书瓦家 今天在公所前来回好写春年 来到现场的民众可以依自己的喜好 选择适合自己的春年 相信这个活动 让每一个家庭 让我们地方的民众能够感受到新年的气息 这次除了有辉豪正存年外 也邀请到来自台中教育大学的黄老师 为活动画了两位戴口罩的门神 主办单位期望借由这样的方式 能够祈求疫情早日过去 记者邱平易 急急采放报道